是怎样一个小镇 让世界旅游小姐领到了寻找阿拉登神钉和简阳密码的神秘任务 然后这个老板给了我这么两个字叫什么 景阳 这里为啥叫做千年铁府万里一城 古镇上奇怪的三角区有什么用场 大美太行古运风情之千年铁府 铁柱辉煌马上播出 这里是北方第一古镇 是文明华夏的商贸重镇 是千年铁府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 这里风景秀美 文化深厚 东能必寒 夏能必暑 从明万丽至青道光 这里曾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有日进陡金的美誉 这儿究竟是哪儿呢 别着急 先看看我们的世界旅游小姐文莲领到了什么样的任务 老板 买货 今天我们编导呀 然后来这儿买一个叫阿拉登神钉的东西 我在这儿看看有没有哈 老板你这儿有什么好东西呢 宝贝 我这儿这个货太多了 都是宝贝 买一种货呀 这是假价大的 这个到吗 售价一百元 你就买不到 现在就订货 我要买一个叫阿拉登神钉神钉的东西 神钉神钉 傻傻分不清楚 那可以 给你这个 拿上这个 这是我们引称的密码 我拿这个他就给我吗 给你了 这地方挺好玩的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景阳 很好玩啊 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可以跟着我呀 我们去找一下 这个单呢 我要小心保存 妥善安放 来你看看我们的这些货 这边还有好多贴货 品种多的吗 你需要哪一种 这些弄勺 好多东西都不严重 上面这些浓缸的用心是吧 哎呀这 右手锤子 左手斧的 反了好好想 就问你怕不怕 怕不怕 其实这些工具啊 在现代呢 因为有很多的衍生的这个产品 这些东西呢 现在很少用了 但是在当时呀 这些东西的作用是特别大的 我们在刚刚这些工具里边呢 有什么生活用品 生产工具 军事器械 祭司礼器 什么锅碗 瓢盆 什么钉锤 铁服 这些东西 真的是应有尽有 当时呢 大概达到了2800多种 今天啊 文联带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呀 叫做千年铁服 万底阴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 早在远古时期和三皇五帝的时候呀 这里就有最早的人类活动的踪迹和最早的农根文化 等到了夏商周时期 这里就开始了野铁挖煤 汉代呢 这里成为了上档的野铁中心 等到宋元明清时期呀 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铁器的集散交易市场 刚刚我说到了这2800多种铁器呀 在这里都能买得到 而且它呢 最远能够达到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和蒙古国 因此呢 这里的铁器和历史文化 可以说是延续千年 年延万里 我们的节目组为文联准备的任务中 这个名叫阿拉登神钉的东西 是千年铁服阴城古镇里 名头最响的一种器物 而这种神钉还有三绝 究竟是哪里三绝呢 古镇里边也有答案 文联别忘了还有那个神秘的井阳密码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时间紧任务重 文联赶紧古镇里面逛起来 印城古镇位于长治市长治县的东南部 别看现在呀 这里的人不是很多 但在当时 由于是中国最大的铁货的交易的集散中心 从全国各地前往这里的商人呢 也是络绎不绝 因此这里呢成天也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如果你漂着一单水走在这里啊 是很难通过的 因此呢也就有了印城铁印城碳 离了印城不能干的这样的一个艳雨流传下来 其实这里呀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 还有这里的元明清时期的建筑 在当时呢这里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一些好玩的故事呢 就大家今天跟着文联一起去看一看吧 文联加油 从这张阴城古镇的地图来看 古镇有三条主街道 老东街南街和西街 因为阴城古镇进入修复开发阶段 很多镇上的居民都被整体搬迁到新城 镇上住着的人寥寥无几 而现在文联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商铺云集 车水马龙的老东街 让我也看看这里面有啥呢 这条街啊也是建于明清时候的一条老街 它叫做老东街 可以看到啊就是几乎每个商铺的前面 都有这样的一个标志 它上面标着一个名称货物姓名还有建筑规模 怪不得我看到里边这么大 原来这儿有24间房子 那边还有一个铁铺 这儿呢还有一个是药店 这在当时的这条街呢也是特别的繁华 有着各种各样的商铺和商店 嗯 这条主街的两旁呢 有很多的小巷子 当地人呀叫个朗 其实呢意思呢是和我们北京人的胡同是一样的 阴城古镇道路四通八达 街址的是比较宽的道路 各郎就是小巷子 一般都比较狭窄 但有些各郎承担的作用却比主街都重要 而还有一种路边有起伏的坡道 连接着古镇背椅的山地叫做坡 走进劳东街不久 我们正在做直播的编导 就发现了一个三种道路交汇的地方 文联我发现这个古镇上有这个三角的区域呢 是比较特别的 据说呢和这个古镇的这个下水是有关系的 你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到底是为什么 带着疑问 文联在古镇里找到了一位郭老师 郭老师是现在还住在古镇里为数不多的一户人家 他对古镇有着很深的感情 虽然古镇还没有完全成为旅游景区 但一到周末 总还是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 而他就自觉地承担起为大家讲解的任务 那么这个三角区域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编导给我的问题啊 我当然肯定是不知道了 但是我找到了我们古村的郭老师 他肯定知道呀 这里是个云呢叫三家鸽态 三家鸽态这个云是干什么的 就从这个坡上下来的水 在这里堵了一个室安 本地叫室安 就是这个水呢 要教养它往一个方向流 不养它像几十种情流 和这个后边有一个铁箱子 就是转门经浆 调活的一个箱子 不然它这个大水 冲到这个室里边去 就转门映向另一个水路做 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引流的作用 起了一个引流的作用 原来这个三阶歌台起到了一个引流的作用 你猜对了吗 带着寻找阿拉登神钉破解锦阳密码的任务 文连又发现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这是哪里 这个就是咱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永迹铁桩 对对对 这就是永迹铁桩 这在印城在一张比较幽名的一家 大铁桩 那我得进去看一看 可以 什么日 可能现在这个年轻人都住了新区里边 这里边都住了一些老人 老人现在就无聊了 他出去就传门去 出去传门去了 传门去了 可能都不在 咱可以盖着再来 也就是这里边现在也是有人住 有人住 还有人住 但是老人在那边 对对 其实也是正是因为这些老人在这里边住 这些古建筑才能够得以保存的这么好 是 实在这做生意的都是我们长治县的本地人吗 不是 不是呀 最大部分百分之百之九十的是外想人或者外生人在印城怎样做卖卖 印城本地的存在有四大型的印 四大型 四大型 它就是东流西里南东北朝 这四大型的这个建筑比较多也行 对 郭老师告诉文联 虽说 阴城古镇铁货全国文明 但这里主要是集中进行交易 古镇周边的村落 比如 居寨 恒河 桑子等等才是真正制造和生产铁货的地方 古镇里除了原有的四大家族以外 很多都来自关东 津津津两广 江南等地的商客 这些主街道上的建筑 大部分都是前面商铺 后面住宅的结构 日夜驼灵响 罗马排成行 骆驼送货到口外 黄金白银滚滚来 就是当年印城古镇的真实写照 神秘的阿拉登神钉藏在哪 你看不到我 我也看不到你 古镇的奇怪之处咋这么多 专门实际上这个视角 我说这么奇怪 这不是明明摆着就看起来很废专的 有着抑郁风情的阿拉奇驹 源自哪里 一把甲子菜刀 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太行古景秘境 千年铁府 铁柱辉煌 正在播出 文良我发现有一条这个小巷子 特别有意思 我发现它这个不是门对门户对户 而是完全都是错开的 你能不能给解答一下 到底是因为什么 在这 为什么叫花店格朗 是原来卖花的地方 我和你打个赌 这肯定不是卖花的 这条狭窄的格朗叫做花店格朗 这种门不对门户不对户的构造有两种传说 一种是说之所以叫花店格朗 是因为这些长期在外地做生意的商客 出门并不带家卷 所以这条街相当于是古代的那种烟花柳像 构造成这样是因为客户需要隐私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因为做生意的缘由 出于一些商业上的保密考虑 相当于现在很多商户提出同行免禁的那个意思 逛着逛着 闻联发现这条花店格朗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这个箱子很有特点 拐弯抹角 拐弯抹角 就是就前面这个曲曲折折的这个地方 曲曲折折 它这个很有特点 这个叫小箱 映成这个地方 当时因为这个省意很形容 所以这个形式映成 固阵上的这个格朗 解刀格朗 拐弯的地方都要抹去 这就都要抹去 或者像这边抹去的 这样怪劲 它抖的抹去 就是这一条就咱们的一条当事是 纯吐纯净 对原来拐弯抹角这个词呀 是从这样来的 你们了解到了吗 其实当年的英城古镇 几乎所有的街道各朗都是相通的 只是后世人们出于安全等等的考虑 才将很多路口封死 别看这么一条窄窄的各朗 那在明清时期都属于官道 而之所以要拐弯抹角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这些路都是用来走马车 骆驼的 只有那种一人像 才是专门走人的 从跨店格朗绕出来 文联注意到一条有坡度的格朗 而这里也是有着特殊功能的地方 这条巷子呀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走水的格朗 因为在很多的格朗里头呢 有很多的商业洽谈 很多的商业活动要在那里举行 就不能进水 所以就把水从刚刚的三角区域 引流到了这片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地基 相对来说也是建造的比较高的 因为英尘古镇雨水丰富 铁器这种物品又非常害怕水 所以整个古镇特别重视排水的功能 除了有专门用来排水的格朗 每个商铺的院中也都有排水口 而排水口建在院子里 据当地人说这叫肥水不留外人田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呀 在我们的主街道和那些小的巷子 隔廊里头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小房子 几乎是每走几步就有啊 感觉比这条街的商铺还要多 这个呀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卫生间 走了这么半天 文联既没有找到阿拉登神钉 也没有找到铁货店里解扬密码的线索 可就在文联几乎绝望的时候 同行的龟老师示意文联往一条 名叫后格朗的巷子里走 难道那里就会有线索 这条老街呀叫做后格朗 跟前边的老街相比啊 前边有药店商铺还有吃饭的地方 这里呢就比较集中了 这里是铁货的一个集散地 各地的商人呢来这里都可以逃到自己想要的铁货 也有一些散户呢你看包括就像现在的这片空旷的地方 在当时呀就是一个小广场 很多的这个散户 他们把自己的铁的这个制品工艺品拿到这里 大家在这里呢进行一个交易 后格朗原先也叫铁货巷 当年这里是铁货交易最集中和专业化的地方 很多商铺都指经营铁货中的某一种 跟着郭老师的文联突然眼前一亮 瑞胜丁殿 看着隐隐若现的金字招牌 难道神丁在这里 瑞胜丁殿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神丁的地方呀 这个这个这个铺子 它就像上面去的那个转业化了 它就主要是一锦银钉子 专门做钉子 专门做这锦银钉子 我看这个你看这个建筑规模 它就一顶子 一顶子 这个顶子这个种类就很多 对 荷花丁啊 长铁啊 短铁啊 这个顶子种类很多 所以它就转门经销顶子 而且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 有三十点 它这个规模比较大 但这个做顶子这个调活呢 它也很讲究 它这个做顶子有三绝 有三绝 这三绝 第一是七寸绝 要什么钉子 那个七寸是要求的很严格 手工做的 都是手工 那时候没有仪器 第二绝呢 第二绝它有仅一两绝 像是一绝十个钉子 它就是十个 九个八 第三个绝它是入木即锈 入木即锈 就是钉到木头里头 钉到木头以后就生锈 生锈和这个木头就结合在一块 别说 文联还找的挺准的 这瑞胜钉店还真就是专门经营各种神钉的地方 而这里的钉子确实也以三绝闻名于世 可除了这金子招牌还在 前店后厂的热闹已经看不到了 只有地上清晰可见的车折印 还在述说着当年的繁华 至于解扬密码的线索也不在这里 文联还得加油啊 可是古镇里有趣的奇怪的好玩的实在太多了 你看他又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院落 阿那齐居 阿那齐居 郭老师说 从门楼看 其实就能看出一些抑郁的味道 从下至上先是汉族人喜欢雕刻的莲花 鸟兽等 再往上看就会看到花瓶太阳等 这些我们北方汉族的建筑里很少见的雕刻 郭老师说 这座古镇里有三处阿那齐居 这个是建筑外观最漂亮 保存也比较完整的 至于阿那齐居的意思有很多种说法 有说是来自中亚或者波斯的商人居住过的 有说阿那是鲜卑人的姓氏 应该是来自塞北的商客 目前这三处住宅都还有镇上的人在居住 其实有一家阿那齐居 是一位将近80岁的奶奶在居住 奶奶我这闻着香味就进来了 您这是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卤面 要做卤面呢 哎呀 这个闻着就特别香啊 我也闻到了 看着正在切面的奶奶闻脸想起来 一镜阴城古镇 铁货店的老板说过 想破解锦阳密码需要找到定制的甲子菜刀 老奶奶用的就是它吗 我看您那个刀 我觉得您那个刀也挺特别的 这我们阴城做的 是您咱们自己阴城做的 那他这个做刀的这个工艺现在还有吗 有 有呢在哪呢 姓甲的咱们的东西 姓甲 哦 对对对 我们可以一起去找一找 这个甲子菜刀不仅仅和神钉的三爵一样 明阳四海 而且他还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以至于直到现在 甲子菜刀真的就像铁货店老板告诉文联的一样 要买还得定制呢 那么文联要去到哪里 又能找到哪些线索呢 千年铁府 又是神钉又是密码 忙得不亦乐乎的世界旅游小姐得到新线索 马不停蹄地赶往古镇的一个古村落 在那里文联能解开匪夷所思的锦阳密码吗 师傅 师傅 大美太行古运风情之千年铁府 梦幻铁里花明晚播出 尽请期待